大家好,我成员外 地狱出神狗蛋领衔的美版出一大师 虽然是个西餐主导的节目 但时不时也会因为选手们的各种文化背景 出现全球各地的特色菜 中餐肯定也少不了 但大多数都是美式中餐 比如在远古的2010年第一季 开播不久的出一大师 就以中餐为主题比了一场 主食材是橘子 对,就是那个橘子 水果长在树上 你去天堂还是地狱 取决你这辈子吃的橘子数量 比中餐不算什么 但用橘子做中餐可就上难度了 不信大家可以随便问问身边的人 让他说出一道用橘子做的菜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得想上这么一会儿 那这群肤色各异的老美就更别提了 估计第一反应全是经典美式中餐 橙皮鸡 可能有人要说了 橙皮鸡橙皮鸡怎么能用橘子来替代 可是橘子橙子橙子橙子就像海苔和紫菜 橘子橙子在英文中都被Orange所指代 你够了 你水视频还甩起来没完啊 本场第一个上场的是 本季冠军Whitney惠特妮 就是这个小妮 在中餐主题里选择了橘子为主食菜 他果然就凭想象做了橙皮鸡 说实话 光看卖想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很像中式家常菜 就是感觉缺了点锅气而已 谁曾想 这一盘就是本场的最高峰了 接下来老美做中餐 改吧改吧就能搬到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上了 比如这盘 不知道他想摆出什么样的造型 但是这橘子加葱花挺有想象力 那就叫你橘花开满山吧 还有这一盘 我不知道这炸过火的两条东西是啥 但是至少这双筷子挺中餐 这一盘嘛 我给他起个中餐名嘛 叫死菊之石面埋伏 那这一盘和中餐就更完全贴不上边的 名字可以叫做纯属骗菊 好了咱们就不嘲笑这些老美了 反正吃完这一场 狗蛋肯定已经吃够了100个橘子的数量 地狱出神将来肯定能走到去往天长的路上 每一版初一大师 毕竟也是播了13G的长寿综艺 这几百集的节目中 还真的出现过几道相当正经的中餐 每次出现都是寄精四做 今天咱们就来挑出其中的五道菜 大家来评论他们正不正宗 过年的时候配不配上桌吧 在第三季 也就是盲解夺冠那一季 有这么个小伙 Michael Chen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他十年十九岁 在海选的时候做的是标志性的中餐 饺子 我作为一个不管是春节 情人节还是圣诞节 都必吃饺子的北方人来说 我感觉这几个饺子做的看起来一点毛病没有 完全合格 这一盘 嗯不 就这几个真凑不起一盘 这几个饺子 确实打动了当年的撒平尾 让他顺利入围正赛 可惜这季选手实力相当强 他在第五集就被快速逃在出局 不过大家请记住他的人设 华裔 Gay 比起高大的工作更喜欢当厨师 在多年后的第九季 有一位人设几乎一模一样的选手出现了 他就是天津小伙伯文 第九季虽然在厨师粉丝口中恶评如潮 但博文的表现堪称亮眼 他在海选中拿出的菜品是狮子头 这种夹着鸡蛋的狮子头当年被很多弹幕诟病了 但这道菜其实是相当常见的 至少作为家常菜完全合格 妥妥的中餐 虽然现在细看高清画面 是能感受到制作上的些许问题 味道却足以征服狗蛋并收入麾下 让他直接积极了正赛成为狗蛋队的一员 事后他和男友激动相拥了这一幕 也称得上第九季为数不多的小小名场面 他在这一季一路杀到了五强 不光收获了和辫子姐的友情 也给观众和狗蛋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在第十二季全明星赛时 又把他请了回来 到了第十二季 博文已经是开了几天餐厅的正经大厨了 回归这季厨艺明显有进步 虽然这一季在运选赛场就高手如林 他拿出来应对的菜品是 这成品卖相已经非常专业了 不管出现在中国还是美国的餐厅里 都没有任何问题 以现在美国的物价 这一盘四个尖角不得卖个9.9刀嘛 味道上就更没问题了 毕竟要把饺子做难吃也是需要点天赋的 就这样这盘尖角让他进入了全明星的正赛 这一季他发挥的也挺好的 只不过论名次肯定是比不过本季的冠军 小鱼姑娘 小鱼姑娘上次参加厨艺大师还是个孩子 她是厨艺大师儿童版 也就是被称为小小厨臣低级的亚军 多年之后她长大了 甚至已经从专业的厨师学校毕业了 成为了科班厨身 她在海选市做的菜是蒸鱼 如果有朋友对蒸鱼算不算中餐有所疑虑的话 那看到最后小鱼姑娘拿热油浇的这么一下子 任何疑虑都应该打消了吧 味道上不用说 已经受到了评委们的肯定咱先不提 蒸鱼的火候掌握怎么也算是个难点 敢在比赛中用就相当有胆量了 当时我就看好她在本季的表现 但没想到她不仅一路杀进了决赛 而且凭借了一道红烧小牌 成功拿下了冠军 有人可能会说这小牌颜色过深 这个嘛有可能是节目组后期调色的锅 但不管怎么样 这道小牌味道香气四溢 肉质骨肉分离 摆盘精美 评委们吃了以后赞不绝口 小鱼姑娘能拿到冠军 这道菜绝对是上了大份 好了以上五道就是在美版处大师 亮眼的地道中餐菜品 当然了13季以来还出现过非常多的 伪中餐和擦边中餐 咱就不提了 不过要说起中餐真正在国外厨艺节目中 大杀四方的 还得看奥版处大师 在那里出现的各种中餐 不光是数量多 相当正宗 甚至各种菜企都有 包括但不限于四川菜 江浙菜 广东菜 客家菜 甚至东北菜 几乎每一道都精彩万分 但要全部都找出来盘点一番 那工作量就大了 毕竟奥版的处大师有上千级呢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疯狂点赞吧 点赞过四千 咱们就立刻开工 或者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中留言 那么我是成员外 希望咱们很快再见 拜拜